她嫁入贫穷人家却整天挨打 婆婆左脸叶尔光还没有消准 老公反手又是叶尔光打成脑震荡 老公还有个前女友只要逮住机会就要欺负她 她在婆家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可她却死皮赖脸不肯离婚 只因她舍不得离开自己唯一的女儿 为了讨好铁了新药和她离婚的老公 她厚着脸皮来老公所管辖的区域做一工想感动对方 没想到她拜老公前女友所赐 在老公这个圈子里已经出了名 大家都对她指指点点 把她说成对老公不专一的坏女人 她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 泰骏得知她又以自己太太的身份去做一工 对她厌烦至极 怒不可恶的打电话逼迫她赶快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她不想和她再有任何瓜葛 人家假惺惺劝泰骏为了女儿要忍耐 父母离婚的话孩子太可怜了 已经被人家伪善面具所蒙蔽的泰骏 觉得人家简直就是太善良了 心里更是越加讨厌妍 下定决心要尽快解除婚姻关系 让严夕净身出户一分钱也拿不到 不料严夕这边乌落偏逢连夜雨 她在给小朋友们做面食时 一个和她女儿长得很像的小朋友找她要吃的 她要做的面食还没有熟 看着面前可怜巴巴的孩子 她不忍然她饿肚子 便出去给小朋友买面包吃 不料她刚走过几眼的小朋友就自己打开了火 等她回来时里面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那孩子也被困在里面 门口围了一圈人却无人进去相救 她来不及多想不顾自身安危冲进火海 将小孩包在衣服里面救了出来 所幸两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并没有大碍 泰骏收到这个消息丝毫没有担心严夕的安危 而是在人雅的挑拨下 她认定严夕是为了报复她 故意纵火残害她的声誉 严夕也是够倒霉的 本来是好心去闯了大祸 连记者们都纷纷谴责她 说她打着做义工的幌子来福利院装样子才导致的起火 如今错也注成她怎么回答的不对 只能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路过的斗阵意外看到这一幕上前替她解了围 为了彻底甩掉穷追不守的记者们 斗阵特意亲自送严夕离开 任雅和泰骏赶过来时正好看到二人离开的背影 任雅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可以诋毁严夕的机会 泰骏为了抓到严夕更多对她离婚有利的证据 独自一人跟了上去 在斗阵车里的严夕也深知她现在稍有不慎 就会行差踏错 所以在斗阵的车里痛哭了一场后 为了不再引起更多没必要的误会 独自离开了 看着如今落魄的严夕斗阵心里百感交集 她根本不相信严夕是大家口中谣传的样子 曾经严夕几次为了泰骏在她面前下跪 这样一个为了老公不惜将自尊踩在脚下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做对不起老公的事 她不用想也知道这其中一定有内情 而严夕出来后就遇到了前男友 见她如今过得如此狼狈不堪 她劝解严夕不要再留恋泰骏了 这样自私自利的男人 根本不值得她为她付出那么多 生活在一起十多年了 遇到一点事情就将妻子抛弃 还算什么男人 见严夕还是一门心思袒护泰骏 名城没忍住 拥抱了这个可怜的傻女人 没想到好巧不巧的泰骏 此时正好追过来看到了这一幕 则骂她不知羞耻 将世上所有不堪入耳的话都对严夕说了一遍 全然忘了是她先犯错再先 名城忍无可忍狠狠揍了她一顿 大骂她卑鄙无耻不是个男人 严夕去一心护着泰骏 不管人家怎么对她 她都恬不知耻地讨好泰骏 不许名城伤害她分毫 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却不知泰骏转头就开始和仁雅密谋 打算将她严夕打造成一个对老公不忠的坏女人 这样她就能拉到很多同情票 对她竞选国会议员的事情也有帮助 还能彻底将严夕抛弃 在此之后二人更是开始了正大光明的同居生活 赵福慧想要找儿子还得经过仁雅 严夕却还傻傻地认为 只要她坚持下去泰骏就一定回心转意 完全没想到两人早已经狼狈为奸了 第二天人家果然不负众望 将严夕在福利院不小心纵火的事情 并用报社发了出来 一来是想给赵福慧一个下马威 想向她证明只有她一个人能救泰骏 毕竟严夕和泰骏是连带关系 严夕犯的错就等同于是泰骏在犯错 二来是想让严夕身败凝裂 这样泰骏就永远不会原谅严夕了 赵福慧自然能看出仁雅百毒的用意 只可惜泰骏却在仁雅的一番花言巧语下 对仁雅深信不疑 仁雅一边花言巧语哄骗泰骏 一边暗中和同行们的太太接触 暗示他们把严夕在福利院纵火的事情在网上做大 让泰骏形象受损无法竞选国会议员 这样一来赵福慧一定会担心儿子的前程 来求她叫泰骏 她便顺势借赵福慧的手将严夕除之而后快 可怜的女儿为了找妈妈 大雪天穿着单薄的睡衣站在门口 一遍遍招着手想打车去找严夕 因为之前她亲眼看到妈妈在这里被奶奶和爸爸赶走 被家人发现找回来后 美招由于太想念妈妈 几天下来都不吃不喝 两个小姑子和公公都担心这样下去美招会出事 趁奶奶不在家时偷偷将美招送去了严夕身边 看着可怜的女儿 严夕实在不忍心让她和父母其中一人分开 所以厚着脸皮来找泰骏 哀求她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没想到泰骏如今对她恨之入骨 看到她就厌恶至极一直催促她赶快离开 严夕实在不能理解泰骏现在对她的恶劣行为 所以追问她 泰骏对严夕冷漠无情的这一幕 都被在身后的记者抖震看在眼里 严夕怕她会报道对泰骏不利的消息 向她解释所有事情全部都是自己的错 甚至觉得泰骏现在这样对自己 都是理所当然的 认为泰骏是因为她没有把孩子带好 才会如此生气 尽管她也觉得很冤枉 但归根结底所有事情确实是因她丢失孩子而起 看着这样善良的严夕 抖震实在搞不懂她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为了一个完全不爱她不信任她的人活得如此不堪 真是可悲又可怜 然而更可悲的还在后面 为了儿子的虔诚 婆婆已经决定听信人哑的话 将所有过错全部推在严夕头上 让她成了人人唾骂的坏女人 然后来到严夕娘家命令 她立刻把孙女的行李交出来 她要带美招回家 并且警告毫不知情发生什么事情的严夕父母 如果下次再没有经过她允许就带走孩子的话 她一定会告他们一家诱拐罪 这样一家人都不明其意 看着伤心欲觉得女儿严夕心痛的无法呼吸 但哪怕是严夕已经答应离婚 婆婆也坚决要把美招带走 因为婆婆想要的是既要带走孙女 也要让严夕和儿子离婚 只有孙女在自己家抚养 才能把严夕打造成一个为了前男友抛妇气女的假象 真是好歹读的计策 然而严夕还来不及悲伤 就被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地赶出了家门 则骂她被婆家人赶出来丢人现眼 只有严夕的哥哥无条件站在妹妹这边 来婆家大吵大闹让赵福会把孩子交出来 在屋里的美招听到妈妈的声音 使出浑身解数要去找妈妈 奈何赵福会铁了心不让母女俩相见 不管孙女怎样哀求她 她都无动于衷 美招因此哭到休克晕倒在地 尽管这样婆家人还是把所有过错都推在严夕身上 认为都是美招没有遇到一个好妈妈才会遭此大罪 连在医院也不许她去见孩子 无奈之下 她只好求像陌生人一样的老公给她指一条名路 只要是为了女儿好的 不管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去做 泰君异常坚定地告诉她 只要她现在签字答应离婚 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如今的言析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一无所有的她只有满身的伤痕在身 明明所有事情她都是被冤枉的 却没有一人肯相信她 连她最爱的老公也嫌恶她 迫不及待地要离她而去 才明白男人不爱时竟然可以如此残忍 她一个人凄凉地走在路上 心里一遍遍嘲笑这十多年的相濡以沫 简直就是个笑话 而她在此时也收到了前男友的消息 告诉她为了不再打扰她的生活 她决定去国外了 想起因为明成自己受到的屈辱和指指点点 还有被婆家人误会打骂的画面 一幕幕闪现在脑子里 她压抑已久的情绪就堵得慌 心也伤得遍体鳞伤 她一遍遍大声喊叫 司徒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 可伤痕累累的人又怎么会轻易释怀呢 不过有人受伤就有人欢喜 在家的人雅就快得偿所愿开心不已 正哼着小曲畅想未来 却突然看到每招莫名其妙出现在家里 吓得她手里的杯子瞬间掉落在壁 实际上是她坏事做多产生了幻觉 清醒后才发现房间空无一人 而严夕独自一人喝了一整晚的酒 为了一个月还能见女儿两次 她思虑再三终于答应了离婚 第二天就依依不舍地和泰骏去提交了离婚申请 严夕始终放不下这个她全心全意爱了十多年的男人 向她道歉都是因为她的原因让她工作受到了影响 叮嘱她要好好吃饭好好工作 并拜托泰骏替她照顾好他们的女儿 在她心里泰骏和女儿依旧是她最珍惜的人 泰骏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她口出恶言 两人正式分道扬镳 泰骏脑海里浮现的 全部都是严夕的哭泣和被她打骂的场面 心里也是一分内疚 99分百感交集 而严夕想到的却和泰骏截然不同 全部都是她和泰骏在一起时的美好记忆 她是如此的珍惜这段感情 可惜两个本就不同路的人注定是到不了终点的 两人离婚婆婆迫不及待地开始打包严夕的衣服扔出去 还责骂都是严夕阻挡了她儿子好前程 公公在一旁发现严夕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不禁感叹严夕嫁到他们家真够可怜的 美招也来哭喊着不让赵福会动他妈妈的衣服 只可惜他人小颜威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用哭鼻子来以示抗议 泰骏离婚任雅计谋得逞喜不自胜 为了防止泰骏后悔 任雅在泰骏面前假惺惺的心疼美招 还努力逼出了几滴眼泪 让泰骏觉得她是真的很心疼美招 做了十多年家庭主妇如今变得一无所有 女儿也被婆家人抢走一个月仅能见两次 从来没有和女儿分开过的 她走在路上莫名其妙产生了幻觉 总感觉女儿在到处找她 她像疯了一样崩溃着四处奔走找孩子 清醒后她无处可去只能回娘家 跪在父亲面前求她原谅 她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会答应离婚 所有人都不相信她 都觉得她做了对不起前夫的事 她没有任何办法自证清白 父亲不但没有心疼她的遭遇 还觉得她离婚丢人现眼 让她有多远滚多远不要出现在她家 她没有她这种女儿 母亲虽然很心疼她 但家里的是做不了一点主 只能抱着女儿痛哭流涕 索性姑姑心疼她 在自己的饭店里腾出来一个小房间给她住 为了能生活下去 她决定去找工作赚钱 却不小心被大记者斗阵的车意外撞倒 索性人并没有大碍 只是手受了一点小伤 斗阵买来要温柔的替她上药 这样的举动再次让她想起了女儿 她每次受伤女儿都会温柔的给她吹一吹伤口 想到这她就心痛难忍 忍着泪水跑了出去 却又差点被门口的摩托车撞上 危急时刻斗阵出来 一把将她扯过来抱在怀里 这让严希惊讶不已 斗阵却告诉她 严希没有想到 劝她为了女儿活下去的人 会是斗阵这样并不太熟悉的人 眼泪也情不自禁流了出来 一直绷着的心弦也终于放松了下来 蹲在地上痛哭流涕 看着这样的她斗阵也百感交集 她曾经亲眼看到严希为了挽救婚姻 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这样的女人她是打心里觉得很了不起的 所以她做不到不管严希 劝她要相信乌云过后一定会有阳光 虽然现在很痛苦 但时间一定会淡忘一切 她的话每次都能让严希感动不已 所以不想让斗阵再看到自己懦弱一面的她 一直赶斗阵去忙自己的事情 严走前斗阵还是忍不住告诉她真相 可悲的是一个旁观者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情 严希却是到如今才明白 心软的斗阵离开前替严希付了蓄水的钱 叮嘱服务员查量了一定要记得帮她换一杯 然后才一步三回头的离开 严希在这边像丢了魂似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前夫和初恋却在庆祝她们兜兜转转十多年 又重新走在了一起 泰骏更是觉得她们没有在一起的这十多年 是在浪费时间 多讽刺严希和她在一起的十多年 在她眼里竟然什么都不是 只是人亚坏事做多了 每次午夜梦回时 总是梦见每招恢复记忆了 只认她才是伤害她的坏人 这样她经常夜不能寐 而严希每天数着时间过日子 只为了能尽快熬到见女儿这天 没想到终于到可以来见女儿这天 却意外在前夫家门口 听见仁亚和赵福慧的争吵声 得知了仁亚和泰骏早就在一起的事实 仁亚如今还想和泰骏结婚当每招的继母 此时的严希才恍然大悟 这时她才恍然大悟 难怪当初前夫将所有的过错 全部推就于她头上 不肯听她一句辩解 原来竟是早就想抛弃她了 她终于忍无可忍开始愤怒反击 前婆婆第一次见严希如此疯狂 知道她现在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所以带着儿子回家躲避严希的咄咄逼人 可杀红眼的严希不甘心地追在后面砸着门 一声声怒吼让他们把女儿交出来 在她看来泰骏这样的父亲 根本没有资格养她女儿 见此情景仁雅也准备溜之大吉 严希眼疾手快追过去警告她 她再也不会像傻瓜一样认她欺负了 她会将她所有的罪行揭穿 将所有的伤害全部还给她 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就此拉响 想起任雅对她的种种践踏 还有泰骏曾经对她的种种欺骗 她的内心就充满着熊熊的仇恨烈火 因此她发誓就算赌上自己的整个人生 也要让两人身败名裂 过去的十多年她为了让泰骏当一员而活 往后她要让泰骏和任雅为了痛苦而活 将她和女儿所受到的侮辱千百倍地还给他们 她耿耿于怀的是泰骏不仅毫无良知地伤害了她 还允许任雅践踏于她 这样的男人她有什么资格得到幸福呢 而前婆家这边婆婆虽然以前也疼爱过严夕 但遇到事情的时候 她还是一味地包庇自己的儿子 对严夕受到的伤害嗤之以离 只有前公公对泰骏的卑鄙手段深以为然 狠狠扇了儿子一巴掌 责怪她不应该为了任雅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待严夕 再不计严夕也是美招的母亲 泰骏面对父亲的责骂也是敢怒不敢言 严夕为了忘掉过去重新开始 剪掉了泰骏以前最喜欢的长发 也剪掉了他们之间十多年的情分 从此刻起她也是崭新的她了 之后她四处投简历 在报社应聘时意外遇到斗震 她突然地改变令斗震非常意外 也为她能重新站起来感到很欣慰 严夕却把之前斗震给她擦眼泪的手帕还给了她 并告诉她她以后再也用不上了 因为她已经决定以后不再哭鼻子了 看着改变如此大的严夕 斗震不知为何莫名的感觉有些心疼她 而泰骏好不容易赶走严夕 便迫不及待地将仁雅带回家 告诉家人她要和仁雅结婚 每朝一见仁雅就向她打听 知不知道自己妈妈在哪里 这让仁雅紧张不已 而两个小姑子向来是站在严夕那边的 都并没有给仁雅好脸色看 前婆婆也警告仁雅只要她还在 她就休想嫁进他们家 丝毫不给儿子一点情面 前公公更是气愤地端来一盆冷水 泼了二人一身 怒骂儿子才离婚没多久就想结婚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他们一家人绝不会接受仁雅这种女人 气得泰骏拉着仁雅就要离开 没想到仁雅却扑通一声跪在泰骏父母面前 可怜的女人刚和渣男前夫离婚没多久 就看到前夫带着初恋 有说有笑的在买戒指 严夕姑姑见此情景冲上去 抓着仁雅的头发就开打 泰骏心疼仁雅毫不顾忌地告诉他们 她已经和严夕离婚了 仁雅现在才是她心爱的女人 她不许任何人欺负她 接着一把将严夕姑姑推倒在地 严夕忍无可忍上前重重删了泰骏一巴掌 面对前妻突然的强势攻击 泰骏被吓得弄在原地许久 有那么一秒钟她都产生了幻觉 觉得眼前这般吉言丽色的女人 根本不是她那温柔 且对她言听计从的前妻 不过被严夕这么一携货 她原本打算买戒指向仁雅求婚的心 也被搞得烦躁不堪 没有了求婚的心情 如今她想和仁雅结婚可谓是男上加男 前妻的搅局自己家人的不接受仁雅 都成了他们两之间的鸿沟 但就算是这样 她也准备孤注一掷 将仁雅带到空无一人的教堂 打算没有任何仪式地和仁雅在这里订婚 只是坏事做多了的仁雅尚存一分清醒 自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在这种地方得到神圣的祝福 所以打算逃之夭夭 太郡却觉得不管别人怎样看待他们 只要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之间是真爱就够了 所以拉着她向神明发誓 仁雅苦等太郡这么多年 终于梦寐以求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一时间感动得泪流满面 只是她的幸福是踩在严夕的痛苦之上得到的 又岂能长久 而严夕这边看着之前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想起泰郡曾经对她的种种羞辱和打骂 就恨得咬牙切齿 火猫三丈地将所有照片全部撕了个粉碎 这是她要忘记泰郡的第一步 曾经的江颜夕已经在泰郡和仁雅的谋杀中死了 往后她就只是要向泰郡仁雅复仇的扭护路颜夕了 撕碎照片她还嫌不够解气 索性直接点火将所有照片烧成了灰烬 泰郡和仁雅则开启了他们甜蜜的同居生活 照顾泰郡这个巨婴的日常生活也轮到了仁雅 不过目前为止她也是甘之如鱼 泰郡更是要求仁雅必须要照顾好她女儿 还要比严夕照顾得更好才行 而严夕这边未抢回女儿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斗郡所工作的报社做翻译 因为有斗郡在 她莫名的感觉很心安 第二天来上班惊奇地发现 她的办公桌被人精心装扮过一番 细心到连她需要喝水的杯子都替她准备好了 患然一新的场景令她心情愉悦了不少 所以她答应斗证自己以后一定会好好工作 不会再哭鼻子让她失望了 此时严夕的母亲得知前女婿已经有新女友的事情 才恍然大悟女儿被迫离婚 是泰郡早有预谋 所以心疼地来接下班的严夕去吃烤肉 吃了几口想起女儿被婆家冤枉赶出家门的那些事 她就心痛地食不下咽 也下定决心要将严夕带回家 她不能让严夕在婆家被欺负赶出家门 还连娘家也不能回 所以听了老公一辈子话的母亲 第一次为了女儿开始反抗严夕父亲 威胁她如果再敢不让女儿回家 他们就离婚 父亲原本是如先前一般要赶走严夕的 但得知泰郡已经准备要和仁雅结婚了的是 她不用想都知道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所以破天荒地让严夕留在了家里 这次一家人终于都站在了严夕这边 准备一家人齐心协力给严夕讨回公道 母亲第二天就直接冲到了泰郡工作的地方 举报泰郡为了逼迫妻子离婚 不择手段冤枉妻子将妻子赶出家门的事 那马上就要竞选国会议员的泰郡瞬间慌了神 姑姑则专门对付仁雅 只要看到她就上前抓着头发开打 还将她车上喷一些坏女人的字样 让路过的人都对仁雅指指点点 两人接连遭受非议 已经引起了上司的注意 泰郡差一点就被踢出国会议员的选举 前婆婆为了自己儿子的虔诚 来找严夕算账 质问她都已经离婚了 为什么还要紧咬着泰郡不放 强硬地告诉她泰郡这种人品根本不适合当议员 她一定会用尽手段阻止泰郡进生 说完严夕不容前婆婆反驳就自顾自地离开了 让前婆婆弄在原地久久无法平复 如今泰郡一家人都拿严夕毫无办法 所以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泰郡决定不顾家人反对也要和仁雅结成夫妻 认为只有这样那些流言蜚语才会慢慢停息 之后她带着仁雅去拍了婚纱照 这一刻有泰郡爱着的人雅 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之后泰郡更是没有经过家人的同意 自作主张将仁雅带回了家里 等一家人回来看到仁雅系着围裙 像儿媳妇一样站在家里 都惊得目瞪口呆 泰郡更是直接通知家人 从今以后仁雅就住在家里了 父亲不想泰郡一错再错 苦口婆心劝她和仁雅分手 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庭 泰郡却直接跪在她面前 求她为自己的前程想一想 这次前岳父岳母大动干戈 将她和仁雅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如果她不和仁雅结婚 根本收不了场 迟早会被取消竞选议员的资格 在她的苦苦哀求下 父亲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第二天一早两人还在睡觉 不知道父母已经离婚了的每招就来赶仁雅离开 认为这是她妈妈的床 她不许仁雅睡在她妈妈的床上 更不许她睡在自己爸爸身边 她不喜欢仁雅抢走她妈妈的任何东西 见泰郡哄不好美招 仁雅只好支走泰郡自己亲自上阵 故意委屈巴巴的在美招面前装可怜 拜托她收留一下自己 说她无家可归才住在他们家的 善良的美招果然不再赶她回家 还让仁雅给她梳头发 只是梳着梳着 美招突然想起了仁雅害她出车祸时的场景 刚准备开口说出来 她突然想起妈妈之前告诉她过 如果想起了什么关于仁雅的事情 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 因为言戏怕仁雅会再次伤害美招 所以美招将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而仁雅一大早起来做了满满一桌饭菜 本是想好好表现一番 没想到一家人都冷眼相待于她 两个妹妹直接告诉泰郡 如果执意要和仁雅在一起就搬出去住 他们不想在家里看到仁雅 泰郡父母更是直接下注课令赶她离开 见一家人都不欢迎她 仁雅又在泰郡面前开始装可怜 说她以前在孤儿院也经常被这样对待 已经习惯了 但泰郡不禁对她心疼不已 之后两人一起去上班 不料刚出门就碰到严夕母亲 看到仁雅已经光明正大住在家里了 误以为泰郡父母已经认可仁雅一家人 已经同气连之了 便火冒三丈的开始大声嚷嚷 要将两人做的那些坏事全部让周围的邻居知道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遭到前妻举报私生活混乱 导致她被取消梦寐以求的议员竞选 仁雅为了帮助她重新拿回竞选权 找到泰郡母亲 要求她在媒体面前替泰郡发声 要她一口咬定离婚是前而席的过错 赵福会为了儿子的前程只好照办 接受采访时将所有过错全部推在严夕身上 报道一出来泰郡果然在网上得到了一边倒的同情 不明所以的网友们纷纷指责她前妻不知廉耻 严夕知道对方竟然连母亲都搬出来利用了 说明泰郡目前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了 才会出此下策 果然第二天在采访会上 泰郡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为了保护前妻和孩子 才不得不选择离婚的深情好男人形象 在媒体面前装感情弱者 把严夕说成是背叛者坏女人 让大家都对她这个深情男人同情不已 不过她万万没想到严夕竟直接来到现场 杀了她的措手不及 正在她心虚不已时 严夕直接告诉记者们 她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泰郡的任何事 真正犯错的人是泰郡和仁雅 让媒体如果不相信就直接去泰郡家一探究竟 两人早已经同居住在一起的事实 并且严夕当众质疑泰郡人品堪忧谎谎话连篇 这样的人哪里有资格做国会议员 一时间两人在媒体面前也是敢怒不敢言 本以为严夕终于打了一次翻身仗 不料赵福会为了自己儿子的前程 又从中作梗 先是拜托人封锁了当天的新闻 然后又去求自己大女儿的财阀追求者 让她帮忙把对泰郡不友善的新闻全部取消报道 还顺带将严夕从新闻社开除了 让严夕无法再和他们家作对 这也让严夕感觉很受挫 但斗阵不忍她一直这样被欺负 直接带着她去找财阀理论 两人赶到时严夕前小姑子正好也在 同样是来为严夕打抱不平的 最终经过小姑子的努力劝说 终于保住了严夕的工作 放下心来的严夕不经意间在斗阵车上睡着 昏睡中一直喃喃自语叫着女儿的名字 让斗阵百感交集 劝她一定要为了女儿坚强起来 不能因为坏人的施压就退缩 还将自己一直带在身边的幸运吊坠送给了严夕 她每次释放的友善都让严夕感动不已 另一边还不知道严夕工作已经保住的二人 正在幸灾乐祸开心不已 还在做梦以后可以靠妹妹的追求者 来坐上一人的位置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严夕也没有坐以待毙 为了反击二人严夕决定去了解清楚人哑的过去 在斗阵的帮助下 终于找到了一个了解人哑过去的人 由此严夕猜测人哑一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发誓一定查清楚让人哑万劫不复 然而毫不知情的人哑 此时刚好拿到她人生中的第一张婚纱照 这让她激动的泪流满面 尽管如此 她也没有收敛自己的坏心思 故意寄了一张她的婚纱照给严夕 这让严夕一家气得咬牙切齿 不过此时的严夕已经对泰骏没有了一点感情 看着照片上的泰骏她也是悔不当初 为了一个这样的男人付出了自己十多年的青春 简直就是瞎了眼 所以她拿着照片就去找人哑算账 却正好在门口遇上前婆婆 毫不客气地质问她 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坏女人留在家里 做她女儿的继母 然后将婚纱照还给了她 气得照服会咬牙切齿地撕掉了照片 回家就去任哑的房间要砸了她的婚纱照 任哑哭诉自己的心声时 突然开始刚呕起来 她的样子像急得怀孕 两人也只好不了了之 这时严熙又打电话来奚落她 嘲笑她一定是全家人都讨厌她 害怕被赶走才会给自己借照片炫耀 严熙阴阳怪气感谢她让自己看清了泰骏那种男人 让她好好享受现在的甜蜜时光 因为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走向破裂 说得任哑心里七上八下坠坠不安 也认为只要自己为泰骏生的孩子 她在这个家的地位就稳了 却不知对付完她 严熙又收集了许多泰骏在工作上违法犯错的证据 誓死要让两人身败名裂互相伤害 只因这天任哑意外发现失忆的美招 躲在厨房悄悄给妈妈打电话 说她最近老是想起一个阿姨追着她跑 还有一辆货车差一点撞到她 这些都是美招出车祸时的场景 而那个追着她跑的阿姨正是任哑 所以顿时吓得她捂住了嘴 她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 如果美招恢复记忆说出真相的话 她这个罪魁祸首一定会被泰骏赶出家门 因此晚上夜不能寐的她来到美招床前祈求她 这时泰骏也来看孩子 坏事做多的她瞬间被吓得盘了起来 她谎称怕美招着梁过来看看 见她对自己的女儿如此伤心 泰骏不禁感叹自己真是娶了个好老婆 却不知人哑是作为心虚 第二天她又像没事人一样来叫美招起床 没想到先开被子发现美招在床上放了一个泥人 她刚拿起来美招就一把抢了过去 难难自语让她别又像上次一样踩坏她的泥娃娃 美招现在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她已经在慢慢恢复记忆了 为了防止美招说出实情 她先下手围墙跑去泰骏面前挑拨离间 将颜希让美招就算恢复记忆了 也不许她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的事情说了出来 天游家作的说颜希之所以不让美招说出实情 肯定是想将她这个后妈牵扯进美招失忆的事情 在她的混淆视听之下 泰骏心以为真来找女儿求证 实际上颜希是怕任雅发现美招恢复记忆后 会再次伤害女儿才让美招保密的 只可惜泰骏却听信了任雅的谈言 认为颜希是别有用心 第二天宋美招来见颜希时 就怒气冲冲地教训颜希不知羞耻 则骂她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连自己亲生女儿都利用 颜希忍无可忍反唇相机 离婚后不过孩子的感受立刻结婚的人不是她 把孩子抢去却扔给后妈的人也不是她 气得太郡咬牙切齿就想打她 危急时刻抖震出来阻止了她 此时四人团结一致 打跑太郡可谓是大快人心 之后斗震还特意去给美招 买了新衣服送给她 让美招这个小公主 对斗震的印象特别好 非要拉着斗震 陪她和妈妈一起去游乐园 颜希怕斗震为难 一直在阻止女儿 斗震却爽快地答应了 另一边最近一直有怀孕感觉的人亚来医院检查 原本她满心欢喜地误以为自己肯定怀孕了 没想到医生却告诉她 她只是消化不良引起的呕吐并不是怀孕 并且医生还告诉了她一个坏消息 她因为之前有过流产处理不当的行为 今后可能很难再怀孕 这对人亚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苦苦哀求医生一定要帮帮她 毕竟她还想生了孩子来稳固在婆家的地位呢 所以她回去根本没敢告诉太郡她没有怀孕的事情 而是找借口唐筛 太郡却说无论如何都要尽快怀孕 她要让颜希看到他们生活得很幸福的样子 这让人亚倍感压力 太郡却又告诉她 刚刚医生打电话来说每招的记忆快恢复了 这让人亚瞬间高度紧张了起来 真是自作自受活该 为了向前夫一家和辛金女复仇 她私下收集了许多前夫工作中违法犯错的证据 曝光在网上 誓死要让前夫身败名裂 阻止她这种品德败坏的人成为国会议员 眼看生殖快要成为泡沫 太郡哪里还坐得住 火冒三丈来找颜希 担心她是来找颜希麻烦的抖震 连忙打电话找颜希 奈何始终打不通颜希电话 她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慌忙四处奔走到处找人 最终在一个门口找到了她送颜希的吊坠 吓得她立刻冲到天台大声呼喊颜希的名字 在她坚持不懈的寻找下 终于在一块厚重的板块下 看到了颜希还在轻微动她的手 拿开板块就出来颜希时 她已经浑身是血气若油丝了 如果不是凭着强大的意志坚持着 她可能已经离开人世了 听完抖震的话 颜希再也坚持不住 直接昏迷了过去 被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 又休养了半个多月 颜希才终于满血复活过来 这让抖震心疼不已 几次准备去找泰骏算账都被颜希拦住了 因为她知道泰骏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 如果抖震现在和泰骏硬碰硬的话 只会两败俱伤 所以她要从长计议 她一定要让泰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抖震会如此在意她的事情 看到她受伤她焦急的几天几夜食不下咽 还总是对她发脾气 责怪她单独去见泰骏让自己受伤 因为她还不知道泰骏在和她这段时间的相处中 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她 对她的事情总是尤为上心 这次她受伤抖震更是愤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她 让她受了如此大的伤害 而此时仁雅这边为了能紧紧抓住泰骏 很难怀孕的她瞒着婆家人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手术治疗 离开医院的路上她痛得满头大汗 昏昏沉沉间她嘴里一直叫喊着妈妈 让妈妈不要丢下她 这场景让司机都不禁感叹她好可怜 她不知不觉来到年幼时和妈妈走失的地方 没想到却正好和严夕的姑姑冤家木展遇上 误以为她又是来伤害严夕的 然而更悲惨的还在后面 她脸色苍白的回到公司 向来喜欢当甩手掌柜的泰骏 让她代替自己去参加上司指派的活动 理由是她酒量不如她好 得知要喝酒仁雅原本是想拒绝的 但看到泰骏不悦的神色 她也只好硬着头答应 晚上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和满身的酒气回家 公公婆婆才得知她根本没有怀孕 恍然大悟之前 她是为了留在自己家 才一直在装怀孕 两个老人三番五次被她欺骗 已经对她失望透顶 让她没怀孕就滚出他们家 这让仁雅也感觉很受伤 气愤的拿着不要大口大口的喝起来 可是喝着喝着她就忍不住痛哭流涕了起来 这个世界上她连一个关心她的人都找不到 然而更令她崩溃的是 被她害失忆的妓女也已经慢慢恢复了记忆 亲自在全家人面前指证她 是她当初害自己出的车祸 说到激动之处 美昭还直接晕了过去 这让仁雅害怕不已 狡辩一定是严夕教美昭说这些假话的 根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所幸全家人都相信美昭的话 要将她这个谎话连篇的女人赶出家门 就连泰骏也不肯相信她 而严夕这边也已经查到 仁雅曾经害死过前男友的事情 且她还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如今严夕为了报复仁雅 对她当初的不择手段 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所以她将仁雅的过去调查了个底朝天 得知了仁雅在大学时和同学谈过恋爱 还有过一个孩子 她在没有工作时的所有费用都是对方提供 可仁雅找到工作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向对方提出分手 肚子里的孩子也被她打掉了 那时对方才知道仁雅一直是在利用她 所以想不通的男人喝了很多酒出了车祸 父母也因为失去了唯一的孩子移居国外了 可谓是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为了让仁雅得到报应 严夕先是给前夫寄去了仁雅和前男友的合照 果然疑心深重的泰骏 开始追问仁雅和对方是什么关系 仁雅吓得张大了双眼 但向来擅长甩锅的她立刻就开始祸水东营 向泰骏解释照片上的人只是她大学同学 并没有任何关系 一口咬定肯定是严夕为了陷害她 故意寄来这种照片离间他们夫妻 在她的保证和巧言吝啬下 泰骏才勉为其难相信她 却不知这只是开始 她往后将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报复之痛 因为没几天严夕又给泰骏寄去了很多信件 全部都是严夕伪造仁雅笔记写的前男友的 收件人也全部都是仁雅死去的前男友 这让泰骏瞬间火猫三丈 也知道自己被仁雅所欺骗了 说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等她 结果全部都是谎言 更恨她直到现在还在和对方书信往来 真是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当初她用一样的方法陷害严夕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因此她怒气冲冲的来找严夕算账 质问她是不是想如数奉还她曾经对她做过的事 严夕猖狂的让她在耐心多等待一些时日 她对她做过的事她都会一一还给她的 如今看着疯狂的言息 任雅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拿她也是毫无办法 然而她回家为了和妓女处好关系 想要为美昭吃饭 美昭由于吃鱼会过敏便一直不吃 急功近利的任雅竟想强行塞进她嘴里 导致美昭被吓得哭起了鼻子 也因此引来泰骏对她一顿怒骂 责怪她对美昭根本不用心 如今的任雅是有苦难言有嘴也说不清 可更说不清楚的还在后面 第二天严夕就给前婆婆寄了任雅的避抄照 但婆婆得知了任雅曾经和前男友有过孩子的事情 这让原本就不喜欢任雅的照拂会更加讨厌她了 试探性询问她在和泰骏重逢前有没有交过男朋友 任雅却谎称她以前一直在打工赚钱念书 根本没有时间交男朋友 她的谎话连篇终于彻底激怒了照拂会 让她立刻滚出自己家 否则她不会放过她的 不明所以的任雅直到看见桌子上的避抄照 仨恍然大悟婆婆已经知道了一切 为了隐瞒真相任雅特意去找唯一的知情人 想威胁她闭嘴 却不知道高一齿磨高一丈的道理 因为严夕知道这件事情后 让对方和她一直保持通话 她则找到泰骏让她亲耳听到任雅和别人的对话 任雅的话被泰骏一字一句听在耳里 加恍然大悟任雅竟然真的一直在欺骗她 使计谋让泰骏得知了任雅害死前男友 和害死肚子里孩子的事情 让泰骏对任雅心生厌恶 但她如何辩解泰骏都不再相信她 甚至想要和她这个可怕的女人一刀两断 要不是她现在竞选国会议员在即 不能离婚 她恨不得立刻就将任雅逐出家门 为了摆脱再次被抛弃的命运 任雅找到小姑子的财阀追求者 拜托她将严夕从报社开除 对方看在她是自己喜欢女人嗓子的份上 最终还是答应了她的请求 而严夕突然莫名其妙被上司通知辞退 她不用想都知道一定是任雅和泰骏其中一人的手笔 本想和上司对抗到底 但上司却苦口婆心劝她离开报社 不为别的 只因她每次有事抖震都第一个冲出来帮她 也因此连累抖震经常被同事们指指点点 如果这次她不走 抖震一定也会为了帮她而被开除 尽管她也觉得很不甘心 但为了抖震她还是答应了辞职 想起从任雅出现以来 她和家人所受的伤害和冤枉不计其数 现在又对她赶尽杀绝 她内心就燃起了熊熊的仇恨之火 也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之后她亲自来告诉抖震 她要参选国会议员堂堂正正和泰俊较量 这次失去工作让她已经彻底清醒了 她要自己走向巅峰 将那两个伤得她遍体鳞伤的人踩在脚下 让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伤害得了她 也当一个不让女儿丢人的妈妈 所以她是刻意来感谢抖震这段时间 对她诸多照顾的 但抖震去追问她 颜希之所以不接受抖震 是因为抖震是她前小姑子一直在暗恋的人 而且现在伤痕累累的她一心只想报仇 根本不想再重新开始一段感情 没想到抖震却说她已经快疯了 她一直在拼命克制 希望自己不要喜欢上她 但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她想控制就能控制的 颜希却说她不想再因为任何人被指指点点 如果真的为她着想 就不要再爱她 她的人生已经够悲惨了 她不能因为任何人再有所动摇了 而另一边泰俊因为讨厌人亚 已经开始分居了 这让任亚非常受伤 她用尽全力只想留在泰俊身边 可是她发现她想要抓住一点点温暖 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为了能挽回泰俊的心 任亚开始频繁的去医院治疗 医生建议她目前的身体状况可以考虑做试管 但即便是这样成功率都非常渺小 这让任亚彻底陷入了绝望 所以为了讨好泰俊 任亚将自己名下的房子卖掉 打算举办一个活动为泰俊进省医院拉票 但条件就是泰俊必须要在别人面前 正式介绍她是她的妻子 这种对自己有利而百无一害的事情 泰俊自然是忍着厌恶也会答应的 到了举行活动的这一天 任亚精心打扮了一番 神采依依地站在泰俊身边 满心欢喜地听着泰俊向别人介绍她是她的妻子 可不料正在她洋洋得意时 妍希却穿着和她一模一样的衣服向他们走过来 瞬间抢走了所有人的目光 要知道这一招可是任亚当初交给妍希的 曾经她也是穿和妍希一模一样的衣服 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活动上 故意让她难堪 如今妍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雷雅自己却不乐意了 咄咄逼人要赶妍希出去 只可惜如今的妍希 已经不是她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了 而是霸气地向他们宣布 她独特的魅力也让年轻记者斗振欣赏不已 在相处中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她 虽然几次向她表白都被拒绝 但斗振并没有因此放弃 只要有一点机会她就会出现在妍希身边 不过幸运的是妍希的女儿非常喜欢斗振 一大一小只要见面就能玩得忘乎所有 那种岁月静好和谐的场景 经常让妍希感慨万千 她也几次追问斗振 为什么会喜欢她这样一个离婚的女人 斗振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但她的心就是莫名其妙想靠近妍希 而另一边的人牙子是在报纸上 意外发现一则她亲生母亲在找她的寻人启事 瞬间激动地泪流满面 可顺着报纸上的号码打过去 妍希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眼前 因此她误以为是妍希在戏耍她 气愤地扔掉了报纸 殊不知在苦苦寻找她的人 正是妍希的亲姑姑 为了几次三番教训她的人 正是她的亲生母亲 之后为了一探究竟 人雅带着礼物以去看每招为由来到妍希娘家 没想到妍希姑姑以为她又是来惹是生非的 一见到她就恶语相向 路则她是坏事做多了才会患不孕症 这让人雅大惊失色 不明白她这么隐蔽的秘密 她怎么会知道的 更加确定了是妍希在调查她 心里非常害怕妍希会把她不孕的事情告诉泰俊 毕竟她现在和泰俊已经是貌合神离了 因此她不甘心地询问泰俊 妍希家人是否有人丢失了孩子 泰俊误以为她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根本没有理会她 不料自从妍希准备和她竞争议员以来 她总是看到妍希和斗振出双路队 搞得她心里不是滋味 因为斗振向来和她不合 可以说在媒体界斗振是她最害怕的人之一 如果她站在妍希那边 两人可以说是强强联手 对她来说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看着如今已经帮不到她太多的人雅 她就越加地厌恶她 之后喝得醉醺醺的跑来找妍希质问她 泰俊耍酒风劲直接摔倒在地 一家人也只是冷冷地看着她躺在地上 并没有人搭理她 妍希实在看不下去了打电话让人雅去接她 自己的宝贝疙瘩去了前妻家里 人雅气愤地让妍希不准动泰俊一根汗毛 结果她赶来看到泰俊傻傻地躺在地上 又责怪妍希一家人太冷漠 气得妍希父亲又是一盆冷水泼在泰俊身上 命令两人立刻滚出他们家 第二天人雅为了全力以赴帮助泰俊拿下议员 直接辞职开始在家做泰俊的闲内住 却不知这是她不幸的开始 为了能拉到更多的选举投票 她在寒风中不厌其烦地向来来往往的行人介绍自己 希望他们能支持自己 虽然效果微乎其微 但只要想到做议员就能把女儿抢回来 她就满血腹活了 斗震为了鼓励她 还特意买来平底鞋为她穿上 让她心里感动不已 而人雅为了帮助泰俊成为议员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先是特意为此牺牲自己辞了职 之后又用自己卖房子的钱 给泰俊开了一个专门用来拉票的工作室 在利用闲暇时间出去四处散播谣言 说延熙当年在福利院纵过火 差点害死人 引得记者们纷纷赶来争相报道 延熙忍无可忍直接杀到福利院 想和人雅正面交锋 她在记者面前再三否认当初的火灾 与她无关 但人雅却义正言辞地告诉所有人 她有证人亲眼看到延熙纵火 就在延熙不知该如何自证清白时 突然发现当年她在福利院大火中 救出来的女孩正躲在角落看着她 所以她走过去温柔地告诉小女孩 阿姨现在遇到了一点麻烦 如果你能说出当时火灾的实情的话 阿姨的麻烦就解决了 小女孩听完她的话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人雅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当初明明是延熙不顾性命危险冲进火场 将小女孩救出来的 却被她颠倒黑白倒打一耙 将延熙诬陷成纵火凶手 如今人雅弄巧成桌终于让延熙洗清了冤屈 把以前的丑闻一洗前耻变成了见义勇为的英雄 自此之后延熙拉票就顺利了很多 而人雅再次把事情办砸 让泰俊越来越不相信她的农历了 对她也越来越不耐烦了 为了能拉到更多票 泰俊丧心病狂让人雅尽快怀孕 想利用人雅无父无母是孤儿的这个身份去帮她拉票 毕竟那些大婶们对孤儿和怀孕的女人会格外的同情 却不知人雅有不孕争意识办会根本不可能怀孕 这也让人雅心虚不已 害她被泰俊发现真相之后会抛弃她 所以她派人去将延熙拉到的投票资料抢走 试图让延熙所有的努力功亏一篑 却不曾想延熙身边一直有护花使者抖振 奋力追赶拼尽全力和对方大打一架 将资料全部帮延熙抢了回来 延熙或许是太过感动 情不自禁给了抖振一个拥抱 而人雅得知任务失败恨得咬牙切齿 心里也越加的恐惧 延熙则截然不同 忙了一天回家母亲心疼不已 打来热水亲自为她洗脚 父亲也一改往日冷冰冰的模样为她捏肩解皮 女儿也有样学样为外公捏肩膀 嫂子在后面看着这有爱的一幕也感动得一塌糊涂 一家人都在用行动支持她 让延熙心里充满了信心 没几天就提交了议员候选人申请 正式拉响了和太郡的战争 这天任雅为了诬陷延熙拉票作弊 特意买通人去延熙拉票成功的人家里 以延熙的名义送购物券 两人刚签完协议 延熙姑姑就出现一把将协议抢了过去 威胁任雅要把这份资料公之于众 候选人的妻子做出诬陷对手的事情 想必太郡这个候选人也该到头了 为了阻止她任雅一直追在后面紧追不舍 最后被任雅追到天台没有了去处 任雅威胁她要想活命就把证据交出来 姑姑却说她死也不会把证据还给她 她已经把延熙害的被赶出家门一无所有了 现在延熙想做议员她又出来捣乱 她绝对不会让任雅得逞 任雅一心想要她手里的证据 不顾危险上前开始抢 两人在大打出手争夺间 任雅姑姑意外发现了任雅脖子上戴着的项链 那是一条和她走失女儿一模一样的项链 正在她想一探究竟时 任雅却找准时机一把将她推下了高楼 没想到对方掉下去时拉了她一把 导致她也被摔了下去 索性楼顶并没有很高 两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并没有大碍 只是在两人的拉扯中 任雅姑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任雅竟是她苦苦寻找了二十多年的亲生女儿 这个残酷的事实她根本不敢相信 趁任雅还没醒来她偷偷翻看了人家随身携带的包 没想到真的在任雅包里 找到了几张和她女儿小时候一模一样的照片 这让她惊恐的张大了嘴巴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坏事做尽 害她轻止女家庭破碎 让她恨之入骨的女人竟然是她亲生女儿 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所以她趁任雅还没有醒来之前 慌不择路的跑了出去 躲在角落里痛哭流涕 这些年她那么的想找到自己的孩子 可如今发现是任雅后 她甚至有点后悔找到她了 所以她并没有打算和任雅相认 回家就准备将自己手里任雅陷害严西的证据 公之于众 这样的话严西就能轻松赢得选举做国会议员了 可走了两步她还是停了下来 严西姑姑这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而任雅顶着伤口脸色苍白的回家 泰俊丝毫没有关心她一点 反而责怪她老是惹是生非 脸受伤了没办法出去帮她拉票 因为顶着伤很容易被人误会是遭受家暴 看着泰俊一心只关心自己的事业 毫不关心她 任雅也忍不住冲她发脾气 泰俊却拿任雅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刺激她 说她和前男友那些是一直让她恶心不已 她现在没有和她离婚已经算是仁慈了 对得任雅雅口无言 就在这时有人打电话告诉任雅 说她的亲生母亲一直在找她 约她明天早上八点在咖啡店见面 这让任雅激动不已 实际上对方是严戏姑姑这些年 请来帮她找女儿的侦探 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她的下落 所以擅自做主约她们母女明天见面 而后江英书从侦探口中 确认了任雅确实就是她亲生女儿 如今这样的境地让江英书痛苦不已 她和任雅之间矛盾重重 她也几次对任雅大打出手 见面也只会让彼此难堪 她哪还有勇气去见女儿 第二天任雅早早就来到咖啡馆 等母亲来相认 不料从早上等到店家打烊 母亲也没有出现 这让她再次感觉被欺骗了 也是此时对母亲失望透顶的任雅 做了一个决定 以后她的人生里 再也不会期待有母亲这种角色出现了 去不知她的母亲此时就在门口 胃流满面地看着她伤心离去 想起没有认出任雅时 她对她的种种打骂和教训 还有几次讽刺任雅不能生育的事情 她就痛不欲生 肌内就又心疼她的遭遇 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过现在这种生活 之后严夕和泰俊竞争议员的位置 进入了白热化 双方都时刻保持警惕 任雅为了让泰俊赢得这场比赛 再次就是重提将严夕诬陷成为了 和前男友见面抛弃孩子的坏女人 导致严夕被所有人误会 走在哪里拉票都被人指指点点 大家都觉得她这种坏女人 不能让她当上议员 母亲实在受不了女儿再次被冤枉 和卖菜的大妈们大打出手 她则把泰俊打造成一个 非常爱孩子的好父亲人设 这让泰俊非常满意 也劝她既然亲生母亲没有来相认 以后就别再见了 脸的对方是什么奇怪的人 对她的选举反而没有帮助 反正在她眼里事业永远比人亚重要 而泰俊看着严夕和母亲 在菜市场被大妈们扔菜 幸灾乐祸地嘲笑严夕是自讨苦吃 明明可以相安无事非要来惹她 却在看到斗振将严夕护在怀中时 又开始愤恨不平地责怪斗振多管闲事 之后人亚在街上四处散布严夕谣言时 正好被严夕的哥哥嫂子看到 因此双方发生口角大吵一架 最后严夕怀孕五个月的嫂子 还被人亚的手下推倒在地 痛得哇哇大哭 人亚却全然不放在眼里 潇洒地离开了现场 也因此她和她真正的亲人们全部都结了仇 让所有人都对她恨之入骨了 渣男当初被初恋三言良语挑拨离间 就将善良贤惠的前妻抛弃 无缝衔接娶了自己的白月光初恋 她本以为娶了一个比前妻善良能干的单纯女人 没想到如今才发现初恋只是表面纯青小白花 贝基里不仅和前任有不堪的过去 还是害她女儿出车祸受了很多苦楚的罪魁祸首 人亚曾经为了赶走严夕 几次三番陷害严夕和前男友有特殊关系 导致严夕被婆家人物会赶出家门 如今她为了不让严夕成为国会议员 再次找人去陷害严夕拉炮作弊 却因为没有钱结做坏事的账 导致小混混追上门来找她要钱 她害怕泰郡发现她在背后做的这些恶毒事情 急忙拉着小混混出去谈话 但她紧张的神色还是引起了泰郡的注意 正在她疑惑不解时 人亚落下的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是医院打来通知人亚去医院复诊的 也由此泰郡得知了人亚不孕的坏消息 而这边小混混威胁人亚 如果再不把该妇的尾款结清 她就要将人亚让她做过的所有违法犯解的证据 全部交给她的死对头沿袭 这让人亚气得简直要疯掉 又拿人家没办法 而泰郡知道她不能怀孕了之后 再次感觉自己被人亚欺骗了 开始对她大发雷评 质问她是不是过不了多久要谎称怀孕 然后假装成孕妇的样子 等十个月之后再从医院偷一个孩子回来 然后骗她孩子是她的 反正她的这些恶毒套路 已经被泰郡摸得熟门熟路 她现在在泰郡眼里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心机坏女人 而这边的妍希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 请了律师要和泰郡抢女儿的抚养权 晚上人亚忐忑不安回家 刚到家门口就收到了两大包快递 全是治疗不孕症的不要 由于她不孕的消息只有妍希一家和泰郡之情 她误以为是妍希知道她不能生孩子 故意买来补药嘲笑她不孕的 便气愤的全部扔了出去 却不知这些都是她亲生母亲 费尽心思为她准备的 她回家低声下气 恳求泰郡原谅她这一次 向她解释医生说 如果做试管婴儿的话 是有几率可以怀孕的 奈何泰郡如今对她厌恶至极 根本不相信她的谎话连篇 看得泰郡如此生气 她想找泰郡要钱还给小混混的事情 只好不了了之 但又怕小混混把她的犯罪证据交给严希 她便打起了泰郡抽屉里存折的主意 偷走以解燃眉之急 第二天她又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严希为了和泰郡争夺孩子 已经向法院提供了 仁雅伤害美昭的证物了 也就是仁雅当初不小心 留在美昭车祸现场的项链 严希方要是证明 那条项链是仁雅的的话 那么目前的情况 对她来说非常不利 但目前的麻烦 她只能一个个解决 所以她准备用从泰郡抽屉里 偷来的钱先还点小混混 不料严希这边经过多方调查 已经查到了小混混的下落 在小混混带着资料 去和仁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路上 被严希和斗阵截胡 将所有证据抢了去 证实了一直在背后诬陷她的人 确实是仁雅所为 这让严希一家人恨仁雅恨得咬牙切齿 而仁雅一直等不到小混混出现 心里不好的预感此时油然而生 害怕不已的她又立刻打电话给珠宝店 让商家将她之前在店里 买过一条项链的资料删除掉 并叮嘱店家如果有律师去调查 也千万不能给别人看 不料她说的话恰好被泰俊听到 不用想都知道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愤怒地拉着她去珠宝店确认 在她的逼迫下店家告诉了她实情 这条项链确实是前不久仁雅在店里买的 此时泰俊才恍然大悟 当初严希在美昭的事故现场 捡到仁雅的项链 指证仁雅是害美昭的凶手时 她从脖子上拿出来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原来是重新在店里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替代 可如今后悔已晚 她选举国会议员在即 如果现在和仁雅离婚 必定对她好男人好父亲的形象有所影响 所以她决定以牙还牙报复仁雅 她要利用她坐上议员位置后再将她抛弃 而仁雅被泰俊发现真面目后 忐忑不安地回到家 扑通一声跪在泰俊面前 苦苦哀求她原谅她这一次 她一定会用尽全力帮她得到议员的位置 她的这个举动本就是泰俊想要的效果 所以她假装原谅了她 只是自此以后 她便和仁雅开启了分居生活 真是善若中有抱 你看苍天饶过谁 而另一边泰俊的前妻此时 正在被帅气地抖振求婚 她先是深情款款地为颜希献唱了一曲 然后告诉颜希她会一辈子用行动支持她 她会像亲生父亲一样爱戴她的女儿 一辈子守护她们 这些时日她一直陪在颜希身边 帮助她照顾她支持她 颜希早就被这个温暖的大男孩感动了 她能感觉到斗振对她真挚的爱意 所以她答应了斗振的求婚 两人也终于正式在一起了 本来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没想到这是颜希的前婆婆 竟然来找到斗振 哀求她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 只因前几天她大女儿检查出来身患重病 已经时日无多了 她大女儿暗恋了斗振好多年 她实在不忍心看着女儿带着遗憾离世 所以她哀求斗振和她女儿在一起一年 缘她女儿一个心愿 要知道在这之前赵福慧 可是有一百个看不上斗振的 几次三番对她口出若言 让她离自己女儿远一点 虽然斗振也有些于心不忍 但斗振还是老实地告诉她 她已经和颜希在一起了 不会再接受任何人了 听到此话赵福慧又想去求颜希 想让她和斗振分手 没想到斗振却愤怒地质问她 虽然斗振也觉得过意不去 但她更害怕失去心爱的人 所以她打电话给颜希 要她答应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不为了任何人轻易放弃她 颜希并不知情前小姑子生病的事 所以爽快地答应了斗振 只要斗振心意不变 她会永远陪在她身边 颜希感情的事虽然甜甜蜜蜜 可工作就不太如意了 她辛辛苦苦从小混混手里 抢来任雅犯罪的证据 没想到她亲姑姑却趁她不注意时 偷偷将所有证据偷去还给了任雅 她口口婆心劝任雅从现在起收手 不要再做伤害颜希的事情 任雅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帮助她 但为了拿回证据 她还是假装答应了她 转头将所有证据销毁后 就全然忘了颜希姑姑的话 开始使坏对付颜希了 她在网上看到斗振向颜希求婚的照片 决定把二人的照片放在网上大肆传播 因为她之前给颜希和前男友 扣上过一些不好的关系过 如果在选举期间 又爆出颜希和记者关系密切的话 那么大家一定会认为颜希私生活混乱 想必就不会再支持她做议员了 而泰俊在她的安排下 在大家面前演戏对她温柔体贴 让所有人觉得她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戴 可只要在没有人的地方 泰俊就是恶语相向对她 完全没有一点好丈夫的模样 而颜希在泰俊和仁雅无耻的诬陷下 则变成了人人唾骂的坏女人 她在台上努力拉票 泰俊便在对面设了一台和她针锋相对 更是拿出她和斗振的亲吻照 大肆宣传颜希为了和年轻男人在一起 不顾及孩子的感受 让大家都对颜希指指点点 气愤地朝她扔东西 根本没有人会听她解释 却没有人发现泰俊和仁雅 趁大家不注意时露出了得逞的神色 而颜希妈妈不忍心女儿再次被冤枉 上台将女儿护在身后 向大家一五一时说出了 女儿曾经被泰俊和仁雅冤枉 然后抛弃赶出家门的所有事实 在她生情并茂的讲解下 大家才恍然大悟 颜希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开始转变态度支持颜希 就在泰俊感觉到要失控 又开始威严耸听时 斗震带着证人出现 亲口在大家面前指证人雅 也是直到此时泰俊才知道 颜希和前男友根本没有任何事 全部都是仁雅一手捏造的谎言 就是为了拆散她和颜希 就在她恍然大悟时 大家一拥而上 将所有东西砸向了她 让她退出议员选举 自此颜希在斗阵的帮助下 终于洗清了被仁雅诬陷出轨的冤屈 她才恍然大悟所有事情 竟都是仁雅一手捏造出来陷害颜希的 所以她气急败坏之下 狠狠扇了仁雅一巴掌 非常后悔当初听信仁雅的一面之词 就抛弃了那么好的前妻 如今又鬼使神差的将如此狠毒的女人娶了回来 她才觉悟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无知 因此她决定和仁雅离婚 想要将一切回归原位 她绝不能让这么恶毒的女人留在自己身边 只能说仁雅也是自作自受活该 时至今日太俊才意识到 颜希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善解人意 想起当初对颜希的打骂和伤害 她就悔不当初 再想起仁雅不仅害死前男友 还让她家庭破碎 又毁了她的前途 她就恨得咬牙切齿 喝得烂醉如泥后 回家在父母面前大吵大闹 崩溃的要和仁雅离婚 父亲觉得她现在就是在自食恶果 她却不理不睬要将仁雅赶出去 仁雅害怕的在房间紧紧抵着房门 任凭泰俊在门外声嘶力竭的大声喊叫 她也不敢开门 只能捂着耳朵痛哭流涕 可泰俊这时却又怪起了父母 看着这样的儿子赵福慧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只怪自己当初没有相信言戏的话 现在家里才被仁雅搅得天翻地覆 半夜又冷又饿的人雅实在饿得不行了 便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出来厨房找吃的 找到一盆冷饭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可吃着吃着想起自己现在的处境如此的狼狈 她就忍不住开始泪流满面的哭鼻子 没想到下一秒泰俊就出现在了她面前 不由分说拉着她就往外走去 要将她彻底赶出家门 为了守护住好不容易得来的家 仁雅厚着脸皮来到言溪家 告诉言溪她真的非常爱泰俊 所以她来求言溪帮帮她 帮她劝劝泰俊不要和她离婚 言溪想起她曾经也这样求过仁雅 所以她学着仁雅曾经的语气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用同样的方式还给了她 嘲笑她鞋子都没有穿好就被赶出来了 然后像曾经仁雅给她衣服一样 拿了一双自己的鞋子给她 然后告诉她不知道行不行 但她会尽力劝一劝泰俊 仁雅心知肚明言溪这是在报复她 所以也只能拿着鞋子沉默不语 真是善恶中有抱天道好轮回啊 她只敢在没有人时才气愤地将鞋子扔掉 然后放狠话如果不按她说的做 她一定会让他们一家吃不了兜着走 只可惜这些话也只有她自己听见 她狼狈不堪地离开言溪家 言溪姑姑追出来告诉她 她的店里还有一间小房间 如果没有去处可以去自己那里住 那个房间也是当初言溪被赶出家门石住的地方 只能说世界还真是个轮回 只是现在无家可归的人变成了仁雅而已 然后将殷叔又将自己买的新鞋给她穿上 让她做错了就好好求原谅 不要再为非作歹 此时的仁雅像行尸走肉一般 根本没有仔细想过言溪姑姑为什么会对她这么好 更是在她走后 看着她失魂落魄的背影哭得不能自已 仁雅始终不明白 如今的太郡对言溪来说 太郡只是一个在她心里留下累累伤痕的前夫而已 她和斗阵在一起非常幸福 根本不想回头看过去的事 与此同时 曾经亲手将言溪赶出家门的前婆婆 此时也找到了言溪 将她大女儿达来生患重病 已经时日无多的事情告知给了她 求她看在过去的份上道德绑架她和斗阵分手 她想让斗阵陪伴在她女儿身边 让她女儿有求生的欲望 因为她女儿一直都喜欢斗阵 已经暗恋了斗阵很多年了 一边是自己最爱的男人 一边是曾经和自己关系非常好的前小姑子 言溪可以说此时很绝望 但思虑再三她还是做了自己的选择 可如今前妻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眼看就要做上她心心念念的国会议员了 她却被坏事做尽的心惊与害的失去了人心 出去拉票时被菜市场的大省人扔菜 大骂她是个喜心厌旧的坏男人 连糟糠之妻都被她抛弃了 还妄想做国会议员 简直就是厚颜无耻 任雅只能将太郡护在身后 以此来平息大家的怒火 而言溪支持率却一路上升 很多家庭主妇们都非常同情她被前夫抛弃 一直猛支持她 就是希望她能逆袭做议员让渣男后悔 不料这天言溪看到另一位女候选人 带着孩子在宣传拉票 得知对方是因为三年前唯一的孩子因事故去世 此后为了能让孩子们安全成长 开始走上了竞选之路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参加竞选了 同为母亲她非常能理解对方的执着 也很佩服这位母亲的毅力 所以她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她要退出选举 她明白大家现在对她的支持 不是因为信任她的竞选主张 而是因为同情她 而她一开始想做议员的初衷也不纯粹 她是为了向前夫复仇才会参加选举 现在泰骏已然失去了民心 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她便决定把这个机会 还给那些真正做了很久准备的人 她现在只想陪在女儿身边 虽然一家人都不能理解她的行为 但这次父亲还是无理由的站在了她这边 之后妍希向大家推荐了那位女竞选员 这些日子她一直都心存感激 因为她向泰骏复仇的期间 得到了斗阵深深的爱 她感觉现在的自己非常幸福 而泰骏竞选一员无望 崩溃的几乎要发疯了 现在的她才后悔不已 想独自一人尽力拼搏最后一次 在雨中苦苦哀求大家投自己一票 但尽管她如此的低声下气 换来的也只是无意人为她停留 她只能在大雨中默默痛哭流涕 只有妍希赶过来告诉她 泰骏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最有应得 一个道德堪忧的人连家庭都可以抛弃 如何能成为大家心中优秀的遗员呢 真是自作自受活该 言希如今青州已过万重山 她满心满眼能想到的全部都是斗阵 给她的美好回忆 她却在此时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她就和斗阵出来旅游了 斗阵还在满心欢喜的计划下一次旅行 在海边蹦蹦跳跳的跳舞 逗妍希开心 妍希还心血来潮 亲自为斗阵做了她爱吃的料理 两人就像新婚夫妇一样 斗阵更是觉得自己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却不知这是妍希留给她最后的记忆 因为妍希已经决定和她分手了 只因她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让斗阵陪在浅小姑子的身边 就她那身患重病时无多的浅小姑子一命 她做不到眼睁睁看着浅小姑子死去 所以她做了最后的吻蝶 留下斗阵求婚时给她买的戒指和一张分手的纸条 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房间 无缝衔接和初恋旧情复然 可放飞几年后混得个一败涂地 梦寐以求的国会议员位置也失之交臂 因此她将所有失败的过错全部归咎于人雅 恒心将人雅赶出了家门 直到太郡最小的妹妹放学回来 才发现她坐在门口冷得瑟瑟发抖还发着高烧 无奈之下她只好将人雅带回家去 一家人都没有见过如此难缠的女人 三番两次赶不走 只好等她病情好转了再赶她出去 这时太郡才想起前妻的好 又想和前妻复合 厚着脸皮给前妻打电话人家也不接 想去家里找颜希又怕被前岳父岳母打出来 只好拜托父亲帮自己约颜希见面 前公公向来喜欢颜希这个前儿媳 太郡见颜希为了每招一再妥协 感觉自己有了护身符 太郡本以为颜希是站在她这边的 没想到就彻底失去了颜希的心 而斗正为了挽回她 几次三番苦苦哀求她出来见一面 每次都被颜希拒绝 无奈之下她只好用极端的方法威胁颜希 如果今天见不到她本人 她这次可能就会彻底失去她 颜希虽然不知其意 但看着外面的雨声越来越大 她终究是于心不忍 冒着倾盆大雨赶去了约定的地点 她环顾一圈根本没有发现斗正的身影 正在她失落不宜准备离开时 却看到斗正晕倒在雨中冻得瑟瑟发抖 为了自己连命的可以不要 她突然很害怕失去她 颜希终究是被斗正的执着打动了 决定不再顾忌前仆仆的哀求 和斗正重归于好了 不管未来的路途多么艰辛 斗正的妹妹见二人还没有分手 口出恶言则骂言希不知廉耻 认为她一个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女人 就应该好好抚养自己的孩子 而不是和她哥哥在这里谈恋爱 他不知眼前的女人虽然离婚带着孩子 却是她哥哥心心念念求来的 而泰俊这边失业在家许久的她 这天突然接到她妹妹的财阀追求者电话 让她去自己的集团上班 四年后在备战议员选举 这让泰俊高兴不已 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认可 以后不再需要仁雅的帮助了 所以顺坡下旅赶仁雅离开她家 却不知她突然得到的工作 正是仁雅用手段威胁对方替她求来的 她还傻傻地和家人商量 要把颜希接回来 当初是她母亲亲自将颜希赶走的 所以她要求母亲去给颜希下跪道歉 哀求颜希回来 她的行为让母亲觉得不可思议 但她确实也更喜欢颜希 所以让泰俊先将仁雅赶走再说 一家人一致想赶走仁雅的这些话 全被仁雅听在耳里 害怕再次被抛弃的她也暗自做了一个决定 可没想到到公司才发现 仁雅竟摇身仪变成了她上司 并且从助理口中得知了 她是仁雅推荐过来的真相 这让她震惊地久久不能平复 仁雅却告诉她 以后她不会再帮她完成工作做她的影子了 所有工作必须要她亲自完成 否则就滚蛋 泰俊被仁雅的遗址气势激怒 气愤地质问她 仁雅所做的所有努力 其实只是为了不被泰俊抛弃 而另一边颜希重新回到报社工作 斗正也准备带她去见家长 谈论婚妻的事情了 曾经把软弱儿媳赶出家门的恶婆婆 今天特意来找钱儿媳 请求她原谅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 让她看在孩子的份上和自己儿子复合 苦口婆心劝她为了孩子再忍耐泰俊一次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她言辞恳切说得那么的诚恳 就好像当初将颜希赶出家门的人不是她一样 所幸颜希如今已经不再被她虚伪的嘴脸蒙蔽了 丝毫没有退让 反问她当初不分青红皂白将她赶出门时 可否想过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她曾经那么的哀求她时又为什么不看在孩子的份上听她一句解释 严希怒对钱婆婆的这一幕 正好被不放心追出来的斗振看到 夸赞她做得很好 终于没有像以前一样心软被人拿捏了 所以为了让赵福会死心 她故意当着她的面 让严希晚上陪自己回家见父母谈论婚事 看着严希如今和斗振情比金奸 赵福会悔不当初 但迟来的醒悟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而这边在公司变成仁雅下属的泰骏 为了彻底摆脱仁雅的魔爪 几次三番口出恶言让仁雅离开自己 仁雅自然知道泰骏是想彻底将她赶走后 好去求严希重归于好 所以为了打消泰骏想和严希重归于好的念头 她竟以严希的名义向报社爆料 泰骏这个前议员选举人员 家庭关系混乱 和最小的妹妹是同父一母的关系 这个消息原本除了泰骏自己的家人以外 就只有严希知道 然而有一次仁雅无意间听见泰骏父母争吵时说漏了嘴 所以才以此来陷害严希 第二天新闻报道满天飞后 仁雅又装着毫不知情的样子 故意问泰骏这件事都有谁知道 经过她的提醒果然一家人都想到了严希 前婆婆也误以为严希是为了报复她 特意爆料这种新闻来恶心她 泰骏这个没头脑的也认定是严希搞的鬼 前公公更是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看错了严希 竟然因为以前的事情报复她无辜的小女儿 全家人只有最小的前小姑子始终相信 严希不会做这种伤害她的事 却全然没有人怀疑人仰 而对此是毫不知情的斗阵和严希 还在为了见双方家长精心挑选礼物 可等两人来见斗阵的家长时 原本非常期待儿子带女朋友回来的陪母很是期待 不料当得知儿子的女朋友是离婚 还带着女儿的单亲妈妈时 陪母瞬间脸色大变 激动的要赶严希出去 还让原本就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她立刻犯了病 尽管如此真心相爱的两人 还是执着地请求她同意他们在一起 斗阵更是告诉母亲她这辈子除了严希谁也不娶 这让陪母气急攻心之下差点晕倒在地 等斗阵安抚好母亲出来 看着空空卢野的客厅 斗阵还以为严希已经离开 准备追出去时才发现她在厨房收拾东西 这让她欣慰不已 知道严希是在陪她共进退 而任雅这边趁泰俊家里所有人都对严希不满 责怪她不念旧情太狠心时 她开始在泰俊父母面前装好人 端查到水不说 还挑拨离间将所有的脏水泼在严希身上 装着十分心疼家里人的样子 甚至天还没有亮就起来为一家人做早餐 伪装成善良贤惠的好女人模样 让泰俊父母不禁对她形象开始改观了起来 决定不再撮合严希和泰俊了 让任雅留下来好好过日子 前公公也去威胁严希 让她不要试图抢孙女的抚养权 除非她放弃和抖振在一起 否则他们家绝不会把孩子给她 不料之时泰俊意外在任雅的抽屉里面 发现任雅竟是严希亲姑姑的亲生女儿这个秘密 所以特意跑去试探严希姑姑 从严希姑姑的反应来看 泰俊基本可以确认任雅就是她的女儿了 于是想到了赶走任雅的办法 坏女人因老公对她心生厌恶几次要和她离婚 她害怕泰俊离婚后会去找前妻复合 所以用严希的名义爆料泰俊家里的私事 导致泰俊一家人恨透了严希 她以为这样就能万事大吉了 可她没想到严希已经不是曾经那个任她拿捏的软柿子了 严希经过几番调查确认陷害她的人是任雅后 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录音笔冲到任雅公司 告诉她她已经找到了她陷害自己的确切证据 果然做贼心虚的人雅听到这话后瞬间方寸大乱 开始不顾一切地抢严希手里的证据 并且威胁严希如果敢说出举报者是她的话 她一定会带着她一起下地狱 此话一出严希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不得不说严希自从不做恋爱脑后聪明多了 任雅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这让任雅害怕的瑟瑟发抖 因为泰郡一家如果知道败坏自家名誉的人是任雅的话 一定会将她赶出家门 之后严希收集了很多泰郡和任雅之前 做出不利于家庭的罪证 一举从泰郡的手中夺回了女儿的抚养权 此时泰郡才悔不当初 扑通一声跪在严希面前 哀求她不要抢走女儿 没有女儿的话她会活不下去 同样的场景当初严希也这样哀求过泰郡 求她回头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只是那时的泰郡鬼迷心窍 执意要和严希离婚 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可回家后她就把所有过错全部怪在任雅头上 认为任雅简直就是她人生的污点 看到她就觉得厌恶 让她立刻签字离婚 她不想再多看她一眼 然而任雅为了讨好她 又像以前一样卑微地请求 她再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她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女儿的抚养权抢回来 奈何泰郡连她说自己女儿的名字都觉得厌恶 更不许她插手自己女儿的事情了 真是自作自受活该 而另一边严希来到卫婚夫家 想告诉斗振这个好消息 没想到恰好看到犯了病的斗振母亲在厨房灭火 她将陪母救出来后又亲自给她放水洗澡 像对待孩子一样和陪母玩闹 看着她对自己母亲是那样的耐心和温柔 斗振呢一直不认可她的妹妹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终于被严希的善良温柔打动了 认可了严希这个嫂子 而斗振此时也在严希娘家 请求他们答应让严希和自己结婚 全家人都对她这个未来女婿非常满意 只有严希的父亲表示担忧 害怕严希会再次走上一段婚姻的老路 斗振却毫不气馁 谦逊有礼的叫严希父亲以后亲自监督她 说完话风一转就说自己饿了想留下来吃饭 看着这样真诚又单纯的斗振 一家人心里早就乐开了话 对斗振这个女婿可以说是相当满意 两人各自搞定双方家人后 第二天严希就打电话通知前婆家人 关于他们家的丑闻真相她要来说清楚 得知这个消息人亚吓得瞬间手足无措 连忙去门口阻拦严希 不惜丢掉尊严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严希放过自己 然而人亚并不想束手就操心 拼死抵抗将严希拽进自己的车里 要严希放了她 否则她就要带着严希一起下地狱 但想起人亚曾经害得自己那么惨 严希连怨死也不肯放过她 所以危急时刻她拨通了泰俊的电话 告诉她爆料他们家家庭丑闻的人 其实是人亚 得知这个消息 泰俊立刻拨通了人亚的电话通知她 她的行李全部将她扔在门口了 他们家绝不会再接受她这种 连家人都利用的人 这让人亚瞬间心死如灰 没有了生的欲望 连连质问严希 此时严希才想起她之前 为自己姑姑寻找亲生女儿时 在寻人启事上写的是自己的电话号码 这时严希才恍然大悟 或许人亚就是他们家 一直在寻找的亲表妹 可是她还来不及询问清楚 一心求死的人亚 就放开了手中的方向盘 车瞬间失去控制 撞向了旁边的石头 索性两人也只是受了些伤 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人亚的伤势比严希严重很多 看着曾经将自己女儿 害得那么惨的罪魁祸首 现如今又想再次害死严希 严希全家人就多恨人亚 恨得咬牙切齿 严希母亲更是气愤的要教训 还在昏迷中的人亚 严希姑姑不忍心女儿在受此折磨 气愤的一把将严希母亲推开 搞得一家人都不可思议的看着她 因为全家人都还并不知情人亚的身份 这边泰俊知道自家的丑闻 是人亚爆料的后 一家人都对仁亚彻底死了心 要和仁亚彻底做个了结 泰俊也准备往后一辈子向严希赎罪 为严希和女儿而活 可下一秒 严希哥哥就打电话来找他算账 责怪他不管好仁亚 又让他差点害死严希 吓得泰俊连忙赶来医院 可没想到刚到门口就和斗振相遇 他出言不逊怒骂斗振纠缠他前妻 觉得他和仁亚都是破坏他家庭的元凶 斗振忍无可忍揪着他的衣服警告他 可没想到他打泰俊的这一幕正好被美招看到 责怪他打自己爸爸是个坏人 根本不听他解释 看着美招对自己总是无条件接纳 泰俊内疚不已 非常痛恨曾经鬼迷心窍的自己 把好好的一个家搞得一团糟 所以心里更是下定决心 无论怎样都要求得严希的原谅 所以他来到病房连看都不曾看一眼仁亚 就连连喊冤自己也是受害者 认为自己都是被仁亚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骗了 虽然严希全家人都在责骂他厚颜无耻 可什么都不懂得美招却当做所有人的面 将泰俊和严希的手握在一起 搞得场面非常尴尬 而仁亚醒来后面临的第一件事 就是被泰俊的逐出家门 并且告诉他 如果他再赶回去 他就会找律师起诉他 这让仁亚痛不欲生 在病房哭哭啼啼大吵大闹 亲生母亲这时也出来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真的害死了严希以后该怎么活 仁亚却觉得他是来看自己笑话的 让他想把自己关进监狱就快点行动 否则他一定饶不了他们 仁亚吃得苦受的罪 一字一句都在谴责他这个亲生父母的过错 所以心如刀割的江英书实在没有勇气听下去 选择了落荒而逃 而严希回家在姑姑的房间 果然找到了仁亚的照片和所有资料 确认了仁亚就是他亲表妹 他简直就不敢相信这个狗血的事实 之后泰俊为了求得严希的原谅 然后带着礼物来到严希家 跪在严希父母面前求他们原谅他 道德绑架严希这个前妻 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不曾想这时斗阵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半夜女儿心疼在门口迟迟不肯离开的爸爸 悄悄打来食物给他 看着董事的女儿泰俊想起曾经鬼迷心跳时 对严希母女的无情 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恨透她的前岳母去来一把抢过自己家的饭菜 宁愿累狗也不愿意给她吃 之后她为了挽回严希 趁仁雅出车祸还在昏迷中时 她先是在公司用仁雅的名义挪用两亿公款 然后又偷偷将仁雅亲生母亲 托人给仁雅的一笔钱盗走 准备买一套房子来送给严希 讨她欢心 这样一来仁雅不但会被公司停止调查 彻底被赶出公司 还会极有可能会让仁雅坐牢 让仁雅再也不能纠缠于她了 可谓是一举两得 之后她又来向严希忏悔 说她和仁雅之间的关系是孽缘 让仁雅把仁雅出现的这两年 当成只是一个噩梦 梦醒了仁雅就消失在了他们的人生里 看着这样厚颜无耻的泰俊 严希对她简直就无语至极 丝毫不想搭理她这个曾经伤透她新的前夫 更觉得自己当初一定是瞎了眼 而仁雅好不容易九死一生 来到泰俊家才发现 她的衣服全部被扔在门口 她心寒至极 却只能蹲下来将衣服装进口袋里面 因为现在这些衣服是她仅有的财产了 她曾经赚的钱和房子全部花在了泰俊身上 如今已经一无所有了 泰俊却还出来嘲笑她现在像丧家犬一般 仁雅没有理会她的绩效 而是答应自己会搬走 但要求她把自己留在家里的钱还给自己 她需要用那笔钱来租房子和生活 真是善恶中有抱天道好轮回啊 仁雅落得如今这般田地可谓是自作自受活该 身无分文的她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公司的卡也被冻结了 本就是过日的她在世上举目无亲 无处可去又身无分文 所以此时她想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因此她写了一封信 让之前找到她的侦探替她转交给自己的母亲 随后她跟在那名侦探的身后 却看到了令她惊掉下巴的事情 因为她看到侦探将她写的那封信 交给了颜希的亲姑姑 那个曾经无数次对她口出恶言 无数次抓着她头发暴打她的人 竟然是她的亲生母亲 她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她不可思议地追上去质问江淑英 江淑英知道如果自己承认是她的母亲 只会让仁雅更痛苦 所以索性直接否认了 这也让仁雅终于放下了心来 亦或许是她不敢承认江淑英是她的母亲 所以陶一般离开了现场 来到公司才得知她已经被停职了 还因为泰郡的陷害面临坐牢 还收到了颜希的起诉 目前的状况对她可以说非常不利 所以冷静下来后 她来向老板解释自己并没有挪用公款 奈何根本没有人相信她 还愤怒地将她赶了出来 来到颜希家 她火冒三丈地揪着颜希不放 责怪她抢走了自己的一切 被颜希哥哥愤怒地推倒在地 明明是泰郡冷漠无情 想置她于死地 她却将所有过错怪在颜希身上 任雅当初不择手段也要嫁给泰郡 如今被泰郡抛弃赶出家门 她身无分文 只能住在别人不要的破旧房子里 半夜她害怕不宜打电话 哭求泰郡让她回去 泰郡却是厌烦至极地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不死心地她来到公司 四处打听自己被停职的缘由 竟得知是泰郡在公司陷害她谋用公款 为了洗刷自己的冤屈 她尾随公司的老板来到健身房 却意外发现了泰郡妹妹男朋友的今天大秘密 她以为只要能揭穿对方欺骗泰郡妹妹的行径 泰郡一家人一定会感激她 所以她叫来泰郡妹妹告诉她 她的未婚夫根本就没有下肢瘫痪 她刚刚亲眼看到财阀在健身 可没想到等两人进去 竟然看到财阀在楚楚可怜地做康复训练 助理更是在旁边添油加醋 说财阀为了能站起来配得上她 不听医生劝阻 每天来健身房做康复训练 奈何财阀吸引得太真 小姑子根本不相信她的话 任她怎样辩解 对方都觉得是她在说谎 也因此她的行为惹怒了财阀 当即威胁她一定要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果然第二天她就被警察带走了 因为财阀起诉她贪污公款 并且玩忽职守 虽然她明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 但恋爱脑十足的她实在不忍心让泰郡坐牢 只能替泰郡顶罪 但由于严夕也起诉她造谣罪和名誉诽谤罪 如今她可谓三罪在身 将会被警方拘留坐牢 并且她此时还被派君起诉离婚了 目前的情况对她非常不利 走投无路之下 她只好拜托中间人转告她亲生母亲救救她 但江苏英得知消息后也觉得她最有应得 根本不想管她 虽然她话说得非常绝情 可转头她又觉得任雅从小就被她抛弃 无父无母的长这么大实在是罪不至此 所以狠不下心来的她扑通一声跪在亲侄女颜西的面前 哀求她看在自己的面上网开一面 原谅任雅这一次 只要能救她出来 往后她一辈子都不再见任雅 在她的苦苦哀求下 颜西也动了侧影之心 为了斩断她们一家和任雅之间的孽缘 随后江苏英就将已经找到亲生女儿的事 告诉给了全家人 但也向家人宣布她女儿已经死了 虽然一家人都觉得很遗憾 但也并没有怀疑她话中的真伪 第二天颜西来监狱见任雅 只要她肯认错以后改过自新的生活 自己就放她一马 任雅却将所有过错都怪在颜西身上死不悔改 这让颜西对她失望透底 决定不再撤诉 无奈之下任雅只好求助于太郡的母亲 哀求她只要能救自己出去 就算太郡是故意陷害她 她也会原谅她 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做坏事了 在她的苦苦哀求下 赵福会答应她会尽力帮她出监狱 但同时也要求她同意和太郡离婚 在她的努力下 颜西和财阀终于双双撤了诉 太郡为了能尽快离婚 不得不来监狱见任雅最后一面 任雅知道陷害自己坐牢的罪魁祸首就是太郡 所以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说自己并没有因为她的残忍就恨她 而是一直在等她来见自己 认为她至少会心存内疚来对她说一声对不起 只能说用尽手段抢来的东西终究是要还的 不是不报只是时候味道 之后任雅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离开了监狱 江淑英还托人给她找了住处 提前为她准备了一清二白的豆腐 这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亲人的感觉 之后一连几天江淑英都偷偷给女儿送补药和吃的食物 还有写满对不起的纸条 只是每次都只是放在门口 根本不敢去面对任雅 可一连几次都这样终于引起了任雅的怀疑 为了查清楚自己的亲生母亲究竟是谁 她将家里胡乱砸了一通后 报警谎称自己家被盗窃了 要求查看附近的金控 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却在监控中看到了之前经常抱揍她的江淑英 这让她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找了三十年的妈妈 可没想到她的亲生母亲竟然是那个她恨之入骨的人 瞬间气得差点昏倒 因此为了向亲生母亲复仇 她报警谎称江淑英每天流连在她家门外鬼鬼祟祟 是想加害她性命 要求警方将她带去警察局调查清楚 导致江淑英被警方拘留了起来 关于仇人是自己亲生母亲这件事 也让任雅痛苦不堪 愤怒地将江淑英为她偷偷准备的泡菜 统统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坐在地上痛哭流涕 这些年她因为无父无母吃了很多苦楚 甚至在这之前连亲生母亲也在欺负她的行列中 她就痛苦地不想活了 恍恍惚惚间光着脚跌跌撞撞来到大街上 想起那些曾经江淑英无数次因为阎西 对她大打出手 还有阎西一家人和她无数次交锋的画面 她就连怨自己没有那些亲人们 于是她不管不顾地冲到马路中间 想就此了结自己的性命 眼看一辆飞驰而来的货车驶来 她无所谓地闭上了眼睛 奈何危急时刻阎西赶来一把推开了她 将她救了下来 这也让任雅痛苦不已 任雅求死不能 只能坐在地上崩溃大哭感叹老天不公 所以为了让抛弃自己的人更痛苦 她再次起诉江淑英偷窃了她的存折和珠宝 江淑英无法自证清白 也没办法证明任雅是她的亲生女儿 并且她也不想让任雅因为报夹警惹祸上身 因此任雅指认她的犯罪事实 她全部都承认了 所以警方将她控制了起来 严西母亲为了救出她 来将任雅狠狠教训了一顿 让她不要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 任雅却说她没有江淑英这种父母 一个自私自利抛弃自己亲生女儿的坏女人 就应该得到报应 毁了她的人生就应该被关一辈子 严西却再次告诉她 任雅气急败坏的逃离母亲 却在门口看到江淑英丝毫没有动过的饭菜 看着才几天不见江淑英就逐渐消瘦的身形 她还是以心不忍 将自己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给送饭的大婶 让她以严西的名义每天送一些好吃的给江淑英 然后离开监狱来酒吧喝得烂醉如泥 让曾经认识她的人都不禁感叹可惜 她曾经可是政界能力很强的风云人物 如今却落得了个如此下场 第二天她从别人口中得知太郡 为了求严西回到她身边 在严西工作的地方做保洁 所以她再次来求太郡回头看看她 只要她愿意回头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太郡却说他们之间只是一段溺缘 让她不要再纠缠于她 她往后一辈子都会向严西赎罪求她原谅 这个打击终于让任雅承受不住 对这世上所有的人死了心 所以她决定不再卑微地活着 摇身一便去夜店当陪酒女了 每天被人呼来喝去使欢 只因她母亲身患重病时无多了 唯一的心愿就是她能和前妻父母好好生活 她才忍辱负重来做这份她并不擅长的工作 根本不管前妻如今已经有了男朋友 三位人每天见面只有她脸皮够厚不尴尬 并且她还每天给六岁的女儿洗脑 说如果不把妈妈抢回家的话 妈妈会被换叔叔带走 导致本就缺乏安全感的女儿 讨厌死了妈妈的男朋友 将斗阵送她的东西通通扔进了垃圾桶 还每天缠着严西不许她去上班和斗阵见面 在她的意识里总觉得妈妈和别人在一起后 她的爸爸会非常可怜 哪怕严西再三请求她理解一下自己 她也是胡搅蛮缠地缠着妈妈不放 更是在生气时情不自禁要了裤子 这让严西瞬间感觉大事不妙了 果然到医院检查 得知女儿因长期缺乏安全感和压力太大 导致脑力一直在退化 这让严西担心不已 几度想辞职在家专心照顾美昭和斗阵患痴症的母亲 却遭到了斗阵的极力反对 因为她并不想让自己的母亲成为严西的包袱 她知道严西和太郡在一起的那些年过得非常辛苦 她不想严西重蹈覆辙过同样的生活 所以同意她可以带着美昭出国流血 这样既可以让美昭有妈妈的陪伴 也可以让美昭在国外接受专门的治疗 但严西却舍不得和她分开 正在二人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太郡又大献殷勤给严西送来补药 这是迟来的深情地草剑 太郡却还没脸没皮地指责斗阵太自私 认为她是在利用善男的严西 好让严西以后替她照顾生病不能自理的母亲 那她如果真的爱严西就放开她 对得斗阵一时间哑口无言 晚上她回家看到仁雅和她的回照 她突然想起他们离婚后财产分割 还需要仁雅的配合 打电话约仁雅见面商议 仁雅借口自己最近很忙 让她去她工作的地方找她 果然不出所料 她看到仁雅和别人东倒西歪的出来 看着自甘堕落的前妻 太郡没忍住心里的怒火 质问她明明那么聪明 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工作 仁雅却说她需要赚钱养活自己 因为她现在还在保释中 太郡本不想管这个将她害惨的任人 却又在看到仁雅铺的一塌糊涂时心乱 她亲自将仁雅送回家 然后又将自己包里仅有的钱 全部留给了仁雅 可刚准备离开时仁雅却一把抱住了她 我不是 我去忙 去别留给三九 每招因父母各自找了另一半长期缺乏安全感 对父母双方的对象都恨之入骨 害怕爸爸妈妈会被人抢走 因此她在自己画的画上画满了恶魔 想让恶魔把爸爸妈妈的另一半抓走 严夕看到这一幕时也是震惊不已 没能给她一个健全的家庭 她一直心怀内疚 可前夫曾经伤她太深 她也确确实实没办法再和太郡一起生活了 只能努力工作比女儿更好的生活环境 不过庆幸的是 她写的第一本书得到了畅销 能力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很快就赚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 如此优秀的她让斗震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捡到宝了 两人惺惺相惜 互敬互爱感情十分稳定 双方家长见面后还将婚期定了下来 不料这天严夕举办签售会时 让斗震在一旁照顾美招 斗震为了讨得美招欢心 为她翻找她喜欢的书 不曾想美招却趁她不注意时偷偷溜走了 等她回过头来身后已经没了美招的身影 找遍图书馆所有角落都没有找到人 害怕不已的她只能找延熙求助 得知女儿失踪延熙瞬间下的差点贪婪在地 因为美招曾经失踪出过车祸 现在心里的创伤都还没好 可两人四处奔波寻找了许久 附近的大小商场都找了个遍 也没有找到美招的身影 殊不知美招此时正在去找爸爸的路上 正在她犹豫要不要随便上一辆车时 路过的好心人发现了她 得知她要独自一个人去找爸爸 对方替她打了电话给泰俊 这让泰俊非常诧异 也在接到美招的第一时间打电话 致骂严熙没有管好孩子 得知美招平安无视严熙这才放下心来 美招的到来让一家人后怕不已 严熙也赶来狠狠揍了美招一顿 吓得美招躲在爸爸身后哭鼻子 泰俊却威胁严熙 如果她一定要和斗阵重新组建家庭的话 那她就要和她打官司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两人为此争吵不休各不让步 害怕再次失去女儿的严熙 控制不住地坐在地上痛哭流涕 让曾经的婆家人们揪心不已 前婆婆只好留她下来苦口婆心安慰她 并诚恳向她道歉 曾经她被人亚陷害时 没有无条件站在她这边 才导致她和泰俊已离婚收场 只是如今的严熙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心里的怨气早已经烟消云散 对泰俊和前婆婆的过错也全都释怀了 所以她哀求前婆婆帮她劝劝泰俊 不要和自己抢孩子 女儿是她的命 她没办法再次和女儿分离 同为母亲前婆婆自然能理解严熙的感受 所以答应会阻止泰俊 同时她也拜托严熙 以后等她不再了多回来替她看看公公 替她照看一下她放心不下的这家子人 看着将不久于人世的前婆婆 严熙忍不住泪流满面 彻底和婆婆冰事情醒了 婆婆还特意留她下来陪家人一起吃饭 只是这次换成了婆婆给严熙做饭 可不料一家人正其乐融融地吃着饭 厚着脸皮来看婆婆的仁雅突然进来 场面一度尴尬不已 不料一家人都对她厌恶至极 不分青红皂白的要赶她离开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对她如此刻薄 但她也只能拾去离开 被仁雅这么一闹 严熙也觉得自己留下来吃饭不妥 留下女儿后独自回家了 然而回家想不开的人雅却吞药自尽了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